店内走出一名员工 拿着油桶 把油倒在附近的水溝盖 直播主Toys 过去曾因为爆料 超哥经营的炸鸡店难吃 店员倒废油 让两人结下梁子 超派 这么难吃的东西 不能只有我知道 很像在吃面粉 随便找一下买 应该都吃不太到 这种口感 炸鸡事件过后 20号晚间 到超哥的餐厅用餐 用餐期间不断批评 餐点不好吃 结账后两人在店门口交谈 一言不合才爆出殴打事件 不过事发后 超哥被网友起底 岳父岳母都是警戒高层 他过去在脸书公开表示 岳母曾是文善一分局分局长 在警戒非常有名 也让网友直呼 真的超派背景有够硬 有错我们就认 那的确是我们超派炸鸡 新竹巨城店 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并没有把规矩做好 去年底 Toyz和超哥才在网路节目上演大和解 不过这次在路边大打出手 网红凤梨指出 两边都有问题 一个是心态有问题 一个是处理方式有问题 官场陈之翰也开直播说 动手打人就是百分之一万不对 陈怡则发文表示 不敢相信这个年代还有人支持暴力的言论 动手打人就是不对 如今一言不合大打出手上演全武行 两人的恩恩怨怨看来很难了解 三立新的国内宣网配华 Есть Также宣网配华 写老师 就是